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事 我没事啊 什么你没事 你把我车给弄花了 我 不是 那个是 再说了这也没花多了 那你的脏手碰荡 你知道他多少钱吗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 中家宝是吧 来 把你上司叫我来 我们来聊一下 这车怎么买 不是 是你 明明 我 什么 叫人 快点给我打电话 你要找我吗 有什么事吗 江总 是这样的 你这个飞舞保安把我车给弄花了 刚买的车 你说我的保安把你的车刮了 但是我怎么看到他受伤了 分明就是你撞的吧 江总 这次我也是来谈合作的 咱们和气生财 这个 我自认倒霉 我认了 走 我带你去医院 那我们的合作呢 他受伤了 需要消毒处理 好的 你叫中家宝是吧 很疼吗 嗯 叫医生来给他做一个全面的检查 不用了 不用了 这都是小伤 其实 根本就不用来医院的 还做检查 太夸张了 那怎么行啊 这都流血了 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 会得破伤风的 再说了 你这血型可不好找 你怎么知道我是稀有血型啊 之前公司做体检 我听说有一个女保安的血型是这个 我猜是你 从那次意外相识之后 我们度过了非常美好的时光 他是江氏集团的公子 却不嫌我出身普通 爱我 并成为我的依靠 志弘 你先化妆 我去爸那看看 爸 你让我接近中家宝 带他去医院做检查我都照做了 但我真的要娶他吗 我可不想娶一个满身都是臭汉的穷保安 你要是不想从江氏总经理的位置上下来 就给我忍着 事成之后 你想怎样 爸都不会管你 检查报告你也看到了 想找到合适的神员不容易啊 只有他才是合适的捐赠者 只有你和他结婚 爸的病才会有希望啊 等我拿到中家宝的肾 我就跟他离婚 家宝 思琳 你怎么来了 这里有几份文件要签 我过来找一下姜总 哦 志弘 刚刚到家 应该在书房 你去找他吧 你老婆不会来吧 我老婆正在给我们准备下午茶呢 那万一来了怎么办 这才刺钱 志弘 又调皮了 志弘 来 志弘 玩够了就去学画画去吧 去吧 你回来得正好 我正找你呢 毕业 有事吗 你跟我来 来 帮我把这内裤洗 我看你整个日无所事事 以后每天都帮我干这个 依依 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 你就谁啊你 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洗 我洗 你干什么 这可是进口真私材质啊 好点你之前一个月的工资啊 得手洗 手洗 也是啊 像你这种天天穿地摊货的农村人 又怎么会懂 不是 那个 这个 可是你的贴身衣物 我怕我不懂 给你洗坏了 哎呀 你是不是觉得我不是志弘的亲妈 就不尊重我了 要不是我这手啊 扭上之后落下了旧疾 我也不会这么不招人待见 我 我错了 我错了 我洗 我洗好吧 我洗 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啊 刘老师怎么跟余奕在一起 这不是家里的祖传名画吗 怎么会在这呢 哎 你想干啥 我 我我 我看 赶紧上去吧 客厅都还没打扫 这么磨叽 来来来 大家吃水果了 哎 怎么又是苹果 我跟你说了我要吃榴莲 你怎么就不长点记性呢 啊 啊 玉奕 我买了 我给你拿去啊 玉奕 您的榴莲 这还差不多 玉奕 对不起 对不起对不起 你这是神心报复我呢 啊 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 啊 啊 之虹 不是告诉过你 要照顾好老婆的吗 爸 您别怪之虹了 其实我是 怀孕了 啊 啊 啊 好啊 好 这虹 干得漂亮 恭喜你啊 要抱孙子啦 可惜不是轻生的 你是什么东西 也配和我说话 话可别这么说啊 你也好不到哪儿去 妾就是妾 等姜家独孙生出来了 也就没你儿子什么事了 你 哎呀 这你可得打扫干净了 要是邵夫人滑倒了 那可是一尸两命啊 哼 我真以为你们是好姐妹 没想到 你也够狠的 这是今天要签的文件 姜总请自重 怎么啊 嫉妒啊 你知不知道我每天晚上想的都是你 我不仅不嫉妒 还给你老婆带了礼物 庆祝你们 早上贵子 这么大方吗 这香薰不会有毒吧 怎么会啊 我有那么蠢吗 人家一片好心给你哄老婆 你好心当成绿杆废 你这样 我也在衣服 能被带她 能把坏沟 你也去吃 你也要吃 你在怕 让我喝 你吃 夏天 找我喝 还会 你就那么喜欢 不舍得放手吗 你送的吗 我当然喜欢了 好多了 好香啊 那你们先聊 我去帮你们准备水果 老公 先过去了 你醒了 家宝 这是哪里啊 这是医院 宝宝 宝宝怎么样了 孩子 没了 不可能的 他今天早上 还好好的 怎么可能没了 老公 我感觉得到 他还在 他还在对不对 没事 他还在对不对 毕业 你今天是不是进我房间了 你可别乱说啊 是你自己没本事 连孩子你都怀不稳 况且医生说了 你这是公安运 你这是公安运 跟我有什么关系 是 老公 什么公安运啊 啊 什么公安运 我 我以前是运动员 我身体很好的 怎么可能公安运啊 你还年轻了 你还年轻了 以后还有的是机会要孩子 病人这次流产大出血 导致子宫受损 可能以后 没事 老公 没事啊 家宝没事 你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你的身体各项指标都很正常 但 你是不是有长期服用病医药的习惯 病医药 你是不是有长期服用病医药的习惯 家宝 家宝 你来一下 玉依 什么事啊 我让你来就来 哪有那么多废话 家宝 我的戒指掉里头了 你帮我找找呗 你不会自己找吗 哎呀 我这手刚复完手磨 不方便 医生说了 我正在坐月子 不能下水 农村人哪那么多将就 默默唧唧 跳进去得了 你干什么呀 是你自己不小心 还怪我我 你为什么老针对我 是不是你害我流产的 你可别人说 我亲眼看见你从我房间里出来的 是不是你故意打烦相信害我摔倒的 你你说什么呢 你别走 干嘛呀 这只还没找到呢 自己找 你 你个死农村人 你敢欺负我你 汪哥 汪哥 吵什么 这个疯女人 他自己不小心流产的 还想来到我的头上 我明明看见你从我房间里出来的 就是你喊我倒置我流产的 家宝 这种事情可不能胡说的 我看见他从我房间里出来了 就是他给我下的药 那能说明什么 我是进过你的房间 但是我没给你下药 你再敢污蔑我 信不信我死了你的嘴 爸 汪哥 医生 我爸现在什么情况 病人的肾功能已经完全丧失 现在只能换身了 你这个扫把星 把汪哥欺成这样 之后 我不是故意的 我不知道爸有肾衰竭 现在不是纠结这件事情的时候 医生 麻烦赶紧安排检查吧 合适的深远很难找 现在最有可能匹配成功的 只有植锡亲属 那我接受检查呀 我们全家都可以接受检查 对 检查结果显示 只有钟家宝女士的肾脏匹配 可以给病人医治 太好了 爸有救了 但 钟女士 你的身体现在进行移植手术 风险很高 家宝 爸一直把你当作亲身女儿 如果你不想捐也没关系 那怎么办呀 你也把爸当死啊 这件事我也有责任 只要能救爸就行 况且 还有老公你在我身边 我什么都不怕 我决定了 我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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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志鸿派来的吗 对 我之前没见过你啊 小张今天请假了 换我来了 哦 好 师父 师父 我是去医院 师父 你是不是走错路了 这不是去医院的路 我 你停车 你再不停车 我报警了 我真报警了 你再不停车 喂 哎 你放心 我对你没有恶意 那你把手机还给我 我保证不报警 嗯 放手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跟你说 师父 确认命运 我真的没有恶意 不行 爸还在等我 师父 麻烦快一点 老公 你醒了 司令 你也来了 嗯 你辛苦了 爸怎么样了 手术很顺利 那我去 等一下 我去看看吧 你把这个签了吧 啊 我们离婚吧 志弘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我怀了志弘的孩子 你也知道 你以后 你以后再也生不了了 你不能这么自私啊 你只是没有了一个肾 你怎么不能让我们将家断后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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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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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死 是 我老公 老公女后 我和孩子 孩子也为了 我什么都为了 我活着干嘛 我活着干嘛 你要是死了 他们就得逞了 你孩子就死不瞑目了 你懂吗 你究竟是谁啊 啊 我叫林师姐 是马思琳的前夫 我 我们明明第一次见面 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 我们不是第一次见面 你逃车那次的司机就是我 我只是想阻止你去医院换身而已 时至今日 你还不明白吗 江志洪根本不爱你 他娶你就是为了得到你的身 你所遭遇的一切 都是他们江家的阴谋 两年前 马思琳还没有跟我离婚 就已经跟江志洪勾搭在一起了 那时候你认识江志洪吗 啊 他们为了随时能够得到你的肾 还得阻止你怀孕 你吃的维生素就是避孕药 不 志洪不会 我最近看你脸色不太好 给你带了一瓶维生素吃 谢谢老公 谢谢老公 他不会这么对我的 你自己想想 怀孕的日期是不是在你 停用维生素之后 我之前 志洪给我的维生素弄丢了 所以我就自己换了新的 他 一直以来 他们只把你当作捐身的工具而已 我压根就不认识你 我凭什么相信你 我凭什么相信你 因为我和你一样 都被最爱的人利用 最后像垃圾一样 被丢掉 我希望你和我一起 才能有一次合作报复的机会 喂 阿神 阿宝 不好了 你爸进医院了 什么 怎么会这样 你婆婆刚刚来过 跟你爸爸大吵了一架 你爸爸心脏病犯了 对不起 我们尽力了 你婆婆刚刚来过 跟你爸爸大吵了一架 跟你爸爸大吵了一架 你爸爸心脏病犯了 你爸爸心脏病犯了 您说吗 你一定是怎么会不够叫一架 但你都没有病犯了 你真是有病犯了 你爸家也不怕是谁 你爸家的不怕是谁 你爸家把那些家都没有尽力了 我罢了我妈家 你爸家有没有必须 你爸家我自己也不怕是谁 你爸家是谁 你爸家用我自己帮你 这一巴掌是为了我孩子 这一巴掌是我的 冯兴云你给我记住 喂 喂 我们怎么合作 好 那三个月时间 你的时间和人全是我的 如果真正想对抗江家 你要从内到外地改造 江市集团董事长江长旺 甚至出现排异反应 至今昏迷不醒 引发高层动荡 江市集团势必选出新任CEO 不出意外 新任CEO将会从江长旺夫人冯兴云 和大公子江志宏中产生 各位不好意思 我来迟了 既然人到齐了 接下来由我介绍投票规则 各位股东都有自荐 或者推举候选人的权利 根据所持股权比例 拥有等额投票权 得票最多的将成为 我们江市的临时CEO 没有疑问的话 我们就开始吧 志宏和江夫人手上 都有20%的股份 那看来CEO应该是 你们两个其中的一个了 既然大家一致同意 那么今天的候选人就是 江志宏先生和冯兴云女士 等一下 怎么会是她 她再来吧 钟家宝 你已经不是江家的人了 凭什么进来 就凭我手上这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你怎么会 三叔公 好久不见 你是志宏的媳妇 曾经是 说吧你找我什么事 那我就直说了 我希望三叔公 能够帮我打入江市集团内部 你也知道 我现在已经不过问集团事务了 况且 我为什么要帮你呢 三叔公 你又没有想过 当年您儿子的车祸 也许不是场意外 什么意思 那场车祸 表面上是被解雇员工的报复行为 但是暗地里 江家 却给了那人 一笔巨款 你要我做什么 这下 我将是江市集团最大的股东 中家宝 保安就是保安 你怎么那么自信呢 我投票给江志宏 我凭什么相信你 在这个节骨眼上 到时 我判断的 在这个节骨眼那样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 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朋友 各位好 我是林世杰 林先生通过收购的方式取得了10%的僵尸股份 我相信林先生在金融圈耀眼的成绩 各位是有目共睹的 而且三叔公对于林先生的能力也是相当认可 所以这CEO花落谁家 还请各位再三斟酌 钟家宝算你狠 各位 今天的股东大会有些意外 我们下一次再投票 散会 林世杰 我警告你不要插手我们的事 好久不见了 你心里清楚 你根本没资格参加竞选 你做过那些见不到人的事 这么多年 你还是没变 那就走着瞧 为什么 为什么你做的这么大的事情没有告诉我 对不起 对不起有用吗 现在整个公司的人都在传你做过牢的事情 董事会还要剥夺你竞选CEO的资格 我们之前的努力 全都白费了 马思琳 肯定是马思琳干的 马思琳 对 这个女人 我坐牢也是因为她 我当年在金融公司上班 常常得到投资的内部消息 她背着我 把内部消息贩卖赚钱 这本来就是违法的 公司很快找到了我 为了保护她 我才会那么傻的 大哥 你到底还有多少事没告诉我 所以说是马思琳犯的错 你替她背锅 我以为她会一直等我 结果把我抛弃了 还害了我弟弟 你弟弟 我弟弟那时候大学刚毕业在投行实习 他不相信我做了违法的事情 他经常去找马思琳 想讨个说法 那时候江志宏正在追他 以为我弟是他的竞争对手 就勾结他的狐鹏狗友 呼陷我弟弟之上性骚扰 害的人精神崩溃 最后住进了精神病院 是我 是我害了我弟弟 想不到 我们连遭遇都这么像 每个人都有为爱情犯傻的时候 我们只是被爱情迷了双眼 但是我们一定要让那些 坏事做尽的人 付出应有的代价 对 江市集团传来好消息 董事长江长旺 前不久刚刚苏醒 江市集团CEO之战 是否会暂时告一段落 怎么办 我倒是有个办法 但需要你的配合 钟家宝小姐 听说你曾给江长旺捐胜 却惨遭江志宏的抛弃 这些事都是真的吗 为公公捐胜 我是心甘情愿的 公公当时身体特别不好 急需要换肾 虽然当时 我刚刚流产 但是我还是毫不犹豫的 就签下了同意书 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 我刚出手术室 江志宏教和我离婚 迎娶小三进门 我没有想到 我为江家付出这么多 却得到了这样的一个下场 你知不知道 因为你的愚蠢行为 公司的股价 掉了百分之四十 对不起 爸 这样吧 这段时间 你先停职 什么 停职 不是 爸 您骂我两句就行了 您干嘛停职啊 你想得倒霉 在停职之前 你必须跟我一起 开一个记者发布会 公开向家宝道歉 公开道歉 道歉还不够 为了公司的名誉 我还必须搭上 我的心爱的名画 江志宏先生 请问你真的是 使乱中气吗 误会 是误会 其实我这个儿子 就是太孝顺了 他和家宝 早就没了感情 但因为我的病 他怕我担心 一直隐瞒没有提出 也真是委屈家宝了 我们不止道歉 我们江家 愿意拿出家传的名画送他 也感谢 他为江家的付出 记者同志 我相信媒体 一定会给江家 一个完美的大父皇 没想到啊 江家这次这么大方啊 落笔并不流畅 有多处停顿 明暗结合处处理得也不够好 不太像大师所为 你确定这个是真迹吗 这可是他们江家祖传的名画 不对 等等 我有一次 碰见冯兴渝和智朗的美术老师 在江家的书房里搞小动作 你说有没有可能 他们把这画给偷龙转缝了 那就对了 如果我们能抓住他们的把柄 冯兴渝就能备我们所有 那我明天就去办 我去办 冯兴渝对你还是很有戒心的 嗯 好 怎么样 查到了吗 嗯 进来说 跟你说的一样 冯兴渝和刘兴堂就是情人关系 他们优惠的地方就是在画室 那幅画的真迹也在画室 同时呢 我还发现了一个惊人的大秘密 旺哥 刘姐约我去打牌 我出去一下 啊 嗯 星唐 星宇 你怎么来了 我们偷画的事情被别人知道了 谁知道了 我不知道 啊 这是刚才收到的短信 你看看 要不我们还是先把画还回去吧 不要着急 我觉得这个人 应该只是想分一杯羹而已 他们不知道 万一我们的事情被别人发现了 还会连累到智朗的 星宇 别担心 智朗毕竟是我的儿子 放心 我肯定会照顾好你们俩的 啊 你们这对狗男女 汪哥 汪哥你听我解释汪哥 狗男女 湘总 要不这样 我呢 给你磕撒想头 感谢你 感谢你替我抚养我儿子 怎么样 汪哥你听我解释汪哥 滚开 我要打死他 汪哥 你这人怎么不讲道理啊 我已经给你道过歉了 星宇 早点跟这个人离婚 我等你啊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 吃我的穿我的 还在外面搞人 还让我帮你养别人的儿子 汪哥 汪哥你先别激动 虽然你和智朗没有血缘关系 但是他一直当你是亲爸爸呀 汪哥 闭嘴 汪哥 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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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哥 汪哥你怎么了汪哥 你不要笑啊 汪哥 你是要吃药吗 你等着 你 你 你 在座的各位 江总意外辞世 集团必须马上显出新的CEO 由于参加竞选的江志宏先生 与钟家宝女士 手上各拥有40%的投票权 需要进行新的一轮竞选 大家可以在投票单上勾选新一的人选 得票率高的江当选 请大家慎重选择 各位股东们 公司是由大家共同创立的 咱们谁也不希望公司落到别人手里 所以大家投票的时候请慎一 如果没有意义的话 请各位开始投票吧 我宣布江市集团新的CEO的当选人是庄家宝女士 怎么会是他呢 不 不是应该是 为什么 不是 你再数一遍 你别数错了你 没错啊 就是这几张 不用数了 是你算错了 冯兴渝 是你 到底什么事儿 有事儿快说 我很忙的 看看吧 我说你的胆子也真够大的 带着一个和江长望毫无血缘关系的儿子 一起生活了这么久 难道你就没有想过 这个秘密有一天会被人发现吗 你说要是我不小心 把这个秘密给抖了出去 你跟智朗 是什么下场 家宝 之前都是我的不对 我向你道歉 我知道你人善良 你可千万不要啊家宝 我的善良 不是给你这种人的 想让我不说出去也可以 给我想要的东西 你想要什么 在股东大会上 投我一票 从今天起 我就是江市集团的CEO了 这一系列的弄荡 导致集团的股票大跌人心惶惶 这个时候 更希望集团内部上下一心 我和我的团队会尽快出台应对方案 让业务回归正轨 只要各位支持我 我保证各位今年的分红只增不减 至于那些 不服从我领导或者有一心的人 我也绝对不会心慈手软 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 散会 至宏 至宏 别担心 中交宝刚才就是吓唬人的 他就是个没有文化头脑简单 四十发达的小宝啊 我过去真是低估他了 我没想到他这么有心机 他是什么样的人你还不清楚吗 他就是个恋爱脑 为了你贪恋圣都不要了 他今天搞出这些事 就是临时节教所的 大不了我们再把他拉下台呗 你 你有什么办法 女人嘛 我懂的 钟家宝是应该深恨 你可以假装浪子回头 再把他追回来 等时机成熟 再把他手里的股份转移出来 好 我自己去就好 好 我在这里等你 爸 是我们江家对不起你 我在这里给您赔罪 我对不起您 我更对不起家宝 我之前真的是迫不得已 您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好好对家宝 你不之前犯下的错误 爸 别在我爸坟前哭 脏了他投胎的路 家宝 我之前是对不起你 家宝 我之前是对不起你 但是我做的那些事情 都不是我想做的 全都是我爸逼我的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你打我骂我都行 我只求你原谅我 不可能 为什么啊家宝 我对你是有感情的 而且 而且我知道 只有你才是对我真正的好 我和马思琳已经掰了 江志宏 你也太恶心了吧 家宝 家宝 你松开 你原谅我好不好 你松开 我不走 我求求你了 你 我警告你 离家宝远点 郑家宝 我会等你 等你的会心转意 说 你猜我在哪儿啊 在哪儿啊 在你心里啊 宝儿 滚 钟家宝 我一定要让你重新爱上我 好 这么晚还在加班啊 我给你点了吃的 再忙也不能饿坏肚子了 我不饿 那就先放着 等饿了再吃 你别再对我这么好了 怎么了 咸这个不好吃吗 这几天 我老是会想起我们的曾经 所以我就把我们的戒指拿出来了 但是 我不小心给掉进马桶里了 没关系啊 如果你真的喜欢的话 我可以再送你一个新的 不行 不行不行 这枚戒指对我很重要 有特殊的意义 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吗 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吗 你认真的 你可是堂堂集团大公子 你确定 要帮我去马桶里 保戒指 为了你 我什么都愿意做 好 这也太恶心了 要不算了吧 你放心 我一定给你掏出来 那 要不 我给你拿个手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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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诗碌碌的 手套不会破了吧 你 你不会生气了吧 没有没有 我怎么会生气呢 还真是狗改不了吃屎 这么喜欢吃屎的话 那我就让你回味无穷 原来戒指在这里 你看你看 都怪我没搞清楚 众家宝 你就是故意的 果然还是生气了 那我只是这么多有什么用啊 家宝 不好意思 我 我跟我语气不好 我错了 我跟你道歉好不好 你真没生气 那你 还会对我好吗 那明天我想吃南瓜粥 好嘞 这两人为什么老在一起 众家宝不会把我的事说出去吧 不行 我不能一辈子都被这个女人抓住把柄 我得把她收拾掉才行 喂 帮我个忙 哎 她过来 好 至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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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你没事吧 Zen 冯兴雨怎么样了 情况不太乐观 现在还处于昏迷状态 家宝 我真的以为永远失去你了 我想到这个 我就特别地害怕 我真的想照顾你一辈子 你会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真的吗 真的 所以你和江志弘 又在一起了 没错 既然他要演戏 我就配他演到底 而且我也想趁机 获取他的信任 怎么获取 约他 撩他 把他迷得神魂颠倒 降低他的防备 你是认真的 林师姐 几个意思呀 据我了解 钟小姐撩汉的水平 又带伤雀啊 你在取笑我 不敢不敢 这样 我们模拟约会 让你找找感觉 什么意思 比如 换一身靓丽的衣服 不经意的身体接触 吃什么 我都行 明里暗里的挑逗 都行啊 够了 情到浓时 当然少不了一场热闻 大概就是这样 你都学会了 家宝 你怎么来了 刚才开会的时候 看你挺累 给你点了一杯咖啡 瞧怎么了 我破了 我看看 我帮你吧 我那抽屉里 有那个窗口钉和膏药 好 我去哪儿 疼啊 嗯 疼啊 我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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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爲了 我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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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 你 客户还在等你电话 我接个电话 我们是公安局刑侦处的 你涉嫌一起行贿案件 请跟我们走一趟 你们搞错了吧 这是传唤令 希望您配合 是你 你假意接近我 就是为了陷害我吗 你给我等着 你可以回去了 如果后续还有调查 希望你配合 志弘 他们没把你怎么样吧 钟家宝把我贿赂贷款经理的 所有证据都交给了警方 现在的情况对我非常不利 你不要担心 我们一定会度过这个难关的 你说得倒容易 现在铁镇如山 我有可能会坐牢 那你的公司 我的财产 我公司的股份 我所有的东西都会被冻结没收 到时候我什么都没有了 不对 你还有我 钟家宝那个女人实在是太狠心了 她不但又毁了你 还要把江江的企业据为己有 我不会让她得逞的 我要想想办法 其实 其实你可以找一个你信得过的人 把股份和资产都转移给她 之后才有机会东山再起啊 你真的觉得我可以东山再起啊 我当然相信你啊 我还会照顾好我们的宝宝 你还有我们呢 司令 我把所有财产都转给你 你帮我一次好不好 我 我当然愿意啊 但是我可以吗 司令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相信谁 只有你 我还可以信得 志弘 你放心 我一定可以帮你打赢这场官司 就算你之后要坐牢 我也会等你出来 把你的股份和资产 原封不动地还给你 你还有宝宝啊 我们都是你最强大的后盾 司令 谢谢你 江总 股份转移手续都办好了 很好 就这样 等司令帮我把股份变现 一切问题就解决了 对不起 能招打的情况还停止 中文字幕——YK 师傅 去机场 到了 师傅 是不是搞错了 这不是机场啊 最后 你替我解释 我只是手机忘记抽花费了 我忘了之后 你的躲猫猫游戏可不好玩啊 我们现在换个游戏玩 从现在开始 你不能说谎 亲爱的 你知道了吗 我知道 我知道了 你爱我吗 我爱 我爱 那你更爱琴还是更爱我呀 你爱你我最爱你 真的爱真的 爱'我们 File 爱钱 我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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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嬌 Fl II 我也爱钱 我特别特别地爱 但是你投了我的钱 你是不是要还给我 我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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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给我签了 我还像以前一样爱你 请 给我回来 臭女人 不仅骗我的感情还骗我的钱 去死吧 我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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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开 喂江总 放心 等他醒来第一时间 我就让他欠转让协议 人呢 家宝 不好了 江志宏让他秘书顶嘴 他被放出来了 什么 我们再想办法 这段时间 你提防着点 嗯 好 我知道了 嗯 行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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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ufacturers who overall 我是 好的 以后 救救我 这我要是知道我逃跑了 他肯定要派人来抓我的 我错了 我知道错了 我很后悔 虽然 虽然我做了别人的小子 但我爱的是你啊 我爱的是你 你把我害得那么惨 你让我怎么相信 你对我是真心的 你不是想将之狼坐牢吗 我可以帮你 我虽然没有他犯罪的证据 但只要他可以去监狱 我什么都可以做 说吧 找我来干嘛 那天 谢谢你救了之狼 我只是做了一个人 应该做的事 不像你们江家而已 我知道自己命不久矣 只狼还小 我求你帮我照顾他 作为回报 我把我持有的僵尸股份 都交由你代持 这样 在公司就是你说的算了 无功不受禄 更何况 你冯心愚的好处 我可不敢要 说吧 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你也曾怀怀 你也曾怀态 你应该能知道 做母亲的痛苦 我时间不多了 我求求你答应我 我明天就找律师定遗嘱 我 我答应你 家宝 谢谢你 都是我的错 我这么做不是为了你 只是为了你无辜的孩子 我离开 你怎么办 我离开 我离开 你都没有任养 我离开 我离开 徐姨 你没想到是我吧 还要改遗嘱吗 下去陪我爸爸 昨晚江市集团第三大股东 已故CEO江长望妻子冯新瑜在医院去世 江志宏将作为江志朗的最新监护人 将代替冯新瑜托管他手里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忍着点 谢谢你啊 伤口还没痊愈 这几天多注意吧 你还是那么温柔 你好好休息 师姐 等等 你明天有空吗 可不可以陪我去个地方 师姐好久不见 浩然 好久不见 喝点啥 咖啡米我最晚够 卫师姐 好 咖啡厅怎么该酒吧了 上个星期我在这里遇到了浩然 我们熟悉的咖啡厅已经变成了酒吧 师姐 这七年虽然改变了很多 但是我想跟你说 有些人 有些事 是没有变的 你还记得吗 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是在这儿 那个时候 我每天都很开心 那个时候多好啊 师姐 我们重新开始好吗 我去趟洗手间 来 家宝 所以 你又跟马森林勾搭在一起了 你既然看到了 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你忘了他当初是怎么陷害你 害你坐牢的了吗 都是过去的事了 我们又重新在一起了 对不起 我利用了你 我实在是太爱思灵了 不能想想没有他的日子 我利用你 接近了他 那我要恭喜你了 恭喜你得朝所愿 祝你们幸福 我送你回去吧 我不想回去 我也不想 你不是还有工作吗 明天我带早餐给你 师姐 我们离开这里吧 嗯 去哪里 我想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国家 出国要很多手续 不是一两天能完成的事情 再说 你目前还能去哪里 师姐 这段时间发生了太多的事 我真的已经很累了 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我们找一个地方重新开始 你不是也想跟我一起吗 去哪儿我都陪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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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